为什么习近平选择了俄罗斯 是吧 是当年他安排 当时是我完全参与安排的 跟奥巴马总统的见面 他和彭丽媛到了洛杉矶下来 彭丽媛从飞行差一点摔下去 那个庄园眷面那不是开玩笑的 你告诉我美国有几个正可能解释得了那一刻背后 我是全面参与的 我被他妈大骂 说你不是说美国会对我友好吗 美国根本不友好 结果马上去了俄罗斯 他说我还是俄罗斯靠谱 到了俄罗斯 普京直接带着习近平 参观了俄罗斯的叫国防中心大显示屏 进去以后 普京说我让你看看啊 美国在你周围和我周围 布了多少部队和导弹 特别在日本的叫NMD TMD的导弹防御系统 你不防分分钟弄死你 第二个就是这所谓的美国搞的严设革命 严设革命下个就是你和我 把习给瞎的半死吧 习是真害怕了 这个是大家你看我这个直播中讲过 你们一会儿可以找一找这个现场 小白沐沐 就是当年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参观美国 俄罗斯国防中心 而且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参加俄罗斯和外国的所谓国防中心 你要记住这是个世界格局的改变 然后你再看看他去北朝鲜 七哥当时我咋说的 你没看过郑青 你可不是老看七哥直播吗 你还记得吗 我说他去了北朝鲜 中国就开始要北朝鲜了 他和金正恩的聊天 我是真的是百分之百掌握的 而且他回来以后 在会上会下一直讲 他告诉说共产党就要走这样的路才能有前途 就必须是金正恩的金家制度要有中心 而且在这个二十大前和十九大后多次在内部的就是开会 他讲还有当时的宗主部部长陈希一讲 还有隋着习访问北朝鲜的讲 当时张成哲北朝鲜金正恩干掉他姑父 他说现场当时如果有人站起来 那是什么结果 站起来那个人也会被劝决 而且全家被劝决 哎看看 行 行吗七哥 这是忽悠吗 郑青你好